小萌看电影好看又新鲜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萌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部影片 讲述了患清肚自闭症的男主角可汗 在母亲去世后来到美国 认识了美丽的单亲妈妈曼迪亚并结婚的故事 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爆发了反伊斯兰教的风潮 频频发生歧视辱骂殴打 甚至杀害普通穆斯林的事件 许多穆斯林被迫剔去胡须 摘下头巾以掩饰自己的信仰 然而可汗却从不隐瞒自己是穆斯林 他来到911现场 运送古兰经为受难者祈祷 不顾周围人厌恶的目光 可汗妻子的好朋友 因为父亲在伊拉克战场丧生 与可汗妻子绝交 可汗妻子不愿失去好朋友的友谊 与好朋友在学校发生争吵 却被另几个学生殴打致死 可汗的妻子悲痛欲绝 签诺于可汗 认为是可汗的宗教信仰 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可汗感到委屈 自己虽然是穆斯林 但不是一个坏人 妻子冲动中说出了气话 那你就告诉美国总统 你不是恐怖分子 可汗于是真的背起简单的行囊 如阿甘般坚持 如秋菊般执着 追寻美国总统的行踪 希望能当面对美国总统说 我的名字叫可汗 我不是一个恐怖分子 一路上 可汗坚持伊斯兰教徒的祈祷 好心人体现他 祈祷时要注意周围的场合和周围人的目光 以免引起麻烦 可汗说 不 祈祷从来不堪地方和人 只取决于你的信仰 可汗曾在清真寺中 向宣扬恐怖主义的激进教徒大声说不 指责他们违背了真主的教会 是撒旦的化身 险些宿命 可汗也曾屡次被人怀疑是恐怖分子 被普通美国人歧视 被警察搜身 殴打 甚至穷尽 但他不改初衷 坚持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可汗的故事 知道了 他要去对美国总统说 越来越多的穆斯林 面对歧视的目光 勇于承认自己是伊斯兰教徒 勇于表达自己对和平的向往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 放下偏见 与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和谐共处 就在可汗即将完成使命的时候 美国乔治亚州徒遭飙风的清洗 可汗决定暂时放弃计划 去乔治亚州参与救灾 未曾帮助过他的黑人母子解困 他冒着大雨 蹚过其腰深的洪水 找到了在教堂中避难的黑人母子 而此时的教堂破败不堪 在风雨中飘摇 而可汗与众人在救灾时 重新竖起成十字架状的电线架 也显然象征着重新竖起的信仰 可汗的妻子感动于丈夫的单纯与执着 回到丈夫身边 感慨万千地说出了点题的话 可汗用爱和仁慈 完成了我用恨永远无法达到的目的 我用恨使我们分离 而可汗用他的爱使我们重聚 好了 今天的小萌看电影就到这里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如果能打赏一下就更好了 朋友们 那么下期再见